琳琅满目的各式创作这些都是立功社区发展协会长辈们的精心杰作 协会汇集了近几年的课程作品 在江军村进行实体展出 鼓励社区长辈朝向终身学习方向迈进 我们的长辈在这些课程过程中 他们有累积的产生自己很多不同的创作的作品 汇选在这个点也是因为我们立功社区是一个眷村社区 那来到江军村这一边来 它是一个开放园区 那刚好他们也是属于在文化局的艺术地图里面 那我们这次的展览也是以艺术为主 所以我们选在这个点来办他们的展览 这次的展出活动集结了长辈的艺术作品 还有他们的生命故事以及课程体验 一拿起自己亲自做过的作品 长辈们也很兴奋的向大家介绍制作的过程 不太简单 但是就老师就教你步驻 你就做 你就做做做 就卷用手去卷卷卷卷 卷起来放好 再来斗斗斗斗 斗起来的 他不是一下做起来 做完一花或两个小时 这样做做黏黏 把它黏黏黏黏起来 老师教你就这样黏黏黏起来 就这样 有很有前就感 很有前就感就把它做好 因为我是对这个东西也没摸过 因为我儿子22年之类 以前读书都没有读好诗 以前老师很穷啊 没读好诗 所以没摸过 老师教我们怎么做 我们怎么做 有时候做起来 产品不好 心情很 说为什么 为什么我做了怎么那么难看 做了好一点 心情又很快乐 就拿了炫耀 这个我做了 这个我做了 因为真的很感动很感动 让我的回忆 一看到这个 就想到以前以前 我有用心的在去找 有意义的照片 很值得回忆的 不能丢掉 或是不能破坏的 这都很有意义 这也是我们全江湖 这个三个宝贝 这是年轻的时候的 都是很 很值得注意的 这个也是我们老朋友 这是我妈妈 给我做 50岁生日 社区长辈的作品 透过展出 让大家了解 他们的学习过程 不仅开心向我们展现作品 也透过丰富多样的课程内容 满足他们的学习动力 记者万事连 新竹采访报道